当年温良公被贬到边疆时 唯有一件八卦传回京城 票计大将军陆进秋 亦是他的入幕之宾 只是这缘由又要细细说起 话说当时陆进秋得知 儿时晚伴温良公来到了边疆 便百席为他接风 良公 你放开点啊 都快喘不过气了 对不起啊 太久没看到京城来的客人了 好些年不见了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靖秋你 判若两人呢 以前那个看起来永远吃不饱的小孩跑哪去了 眼前这个魁梧的大汉到底是谁啊 这一身腱子肉 方才还差点把我掐扁了 运克下去会掉牙呗 真怀念咱们当年在宫中读书玩耍的日子 来 我先干为敬 雅海人注 广播剧风流宰相卧龙床 声音无限陌上商行联合制作 一声国际录音 两官哥哥还是那么好看啊 提作主的英姿怎么看也看不厌 还想再看清楚些 那公主可以靠近点看啊 别躲在池子边偷看 这树丛之夜多扎身子啊 陆敬秋 你真是蠢 本公主怎么可能靠近看两公哥哥 他都还不认识本公主 那公主可以去认识啊 我帮公主介绍 不疼啊 蠢人就给我闭嘴 本公主怎么可能在这里认识两公哥哥 我要再花好月圆之日装扮得美美的 才能跟两公哥哥不期而遇 陆敬秋 你快趴下来 笨公主要爬到树上看她 哦 爬好啊 行 公公主 小心点 我要再爬高一些才看得清楚啊 我的两公哥哥 三公主殿下 您在哪啊 那是不是三公主啊 三公主殿下怎么在爬树呢 殿下来怎么办啊 公主别再往前了 会跌到池子里的 公主 三公主殿下 公主 陆敬秋 你这臭辫子不牢康 还会跌下来还掉进水里 你死定了 公主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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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三公主落水事件后 父亲便禁止我入宫 而我从此也开始锻炼身体 只未能成为更牢靠的人 保卫国家跟 啊 梁公 你 你可知 公主 近来可好 啊 三公主啊 嗯 梁公哥哥 我请人用上等的布料 做了一套新衣裳 啊 哎 你快快换上 给我瞧瞧 梁公哥哥 您读书也累了 要不 一同用晚膳如何 我为您 哦 梁公哥哥 我为您拿好床了 快快上来 您着凉就不好了 嗯 挺挺好的 我来之前 还跟她喝过茶呢 三公主 跟梁公的感情真好 想必好事也尽了 静秋啊 我跟三公主不会成婚的 我另有心上人 可 可是 公主她 我同她说了 她也明白 啊 我 放心 我会帮你的 话说 胡国 不是想跟咱们联姻吗 于是 温良公在边疆那些年 与陆进秋同进同出 不但替她献祭 还不惜亲自与胡人谈判 说是票祭大将军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也不为过 这亦是两人当年被谣传八卦的缘由 今日能与媚婿畅谈边疆之事 朕十分开心 都是些芝麻小事 都是些芝麻小事 是皇上不嫌弃臣说的无趣 怎么会无趣 在外风情很有意思 再配上这美酒 尽心 喝吧 谢皇上 皇上 臣上有一事不解 说吧 皇上今日 为何邀臣一同入狱 尺寸 才能一览无遗啊 朕觉得 君臣之间不应有嫌隙 你又是我的媚婿 朕却没能好好与你交心 是朕的不是 今日与你共狱 便是希望能敞开心房 坦然相对 谢主隆恩 谢皇上 敬秋 必定无所保留 与皇上共享 好 喝 来 好酒 皇上 皇上 还好三公主嫁给了我 梁公说什么又心上人了 结果天天摟着不同的人 还有一次跟个胡人好上 我以为他通敌 转禁了他 并抓到胡人过来审问 他 结果呢 胡人说是梁公勾引他 说想试试跟胡人龙阳之好 陈宽瑜下的是谁 那只能是胡人啊 啊 果然 温良公没骗证 真是尺寸问题吗 我 对了 胡人说什么齐成事 哎呀 我也不懂 齐成 你是指温良公齐在上 啊 这我也不太懂 但是就是那意思吧 那你可知 胡人的那话有多大 呃 胡人多人高马大 那话还真比咱们多大呢 温良公啊 什么杯子入不了小茶壶口 缺你的尺寸不合 给朕到城北修城江去 多情多战胜 醉风流自一人 全是大梦醒说回过往 俗人之情先疯子 或身外表象 崭新月临灵魂昌亮 假如错就错吧 终究是心软不可藏 肩部的隐人模样 此前又比归约好 要长般如丧 总有你余生多漫长 这黄山茅峰未相润喉 请孙建成务必尝尝 但下官并不打算交流 请您不要再写信给下官了 除非孙建成给些回应 不然温某是不会听理的 你 你 我为青青少年 阴迈凹骨相恋 却不得一厢情愿 紧绕成千卷 君心勇之 有心与公似事 照顾随随 不信天上仙 大体看透唯有 念想不可说 说是两难心 如鸣尘浮过 但我几句不语和不触碰 你分不可守 以挪威眷破 可忍心说我